在这区的居民 我想在这个部分的时候 政府机关都没有说明 开批这条道路对我们现在居民的好处 我想今天如果要开批这条道路 应该是它的必要性 那如果开批这条道路 对我们这边现有的居民是有冲击 而且没有好处没有益处的话 我觉得市府应该要加强说明 为什么要必须要在99年没有开批 到现在104、103年还需要开批 所以今天的报告里面 并没有说明对我们现在现有居民的冲击 以及对我们现有的居民有好处 而且现在一定需要开批现了的理由 而且其他的道路不能取代目前 既定要开发这条道路的理由 我想这个议员这边一定要帮我们加强法官 为什么要在这边开批道路 而且这边进出会不会对我们现在福德街 林口街38巷的进出 如果后面的这条道路开批 是不是从大陆那边的车可以直接开到我们林口街 都会经过那个林口街38巷 这样是会造成我们林口街38巷整个交通的这个流量增加 那福德街84巷和林口街38巷交进他口 以后要不要设红绿灯 设的行道 那这边的交通冲击是多少 那为什么现在其他两条路不能够代替现有的道路 目前的流量是否需要 大到需要增加这个现有的道路 政府机关应该要说明 那如果这些的理由都还没有充分 而且没有评估说这些的道路 是不是不利于我们现在这个里的居民 那为什么要开批 它的必要性是什么 刚刚都有说符合现在的都市计划规划 或是符合市府的规划 但是如果市府的规划不利于我们居民 而且没有它的必要性 我实在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开这一条道路 然后另外的是说 我想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公园出的长官 是说既然目前公园可以移租 为什么不能够现在开放 给我们现在的居民来使用 既然它是一个可以移租 可以进去的地区 为什么不能开放 直接在施工过程中 做成公园 让我们现在现有的居民可以使用 另外施工的过程中 我想请一下那个施工单位 当初在广池博安院 这个在改建的过程中 有大量的粉尘 抛到福德街巴士像 这一块以及大道路这一块 在施工的过程中 你们怎样去保护这个施工过程 周遭环境的环境的品质 以及避免这些粉尘再继续落到 这两这施工周围的住家 以及你们有没有补贴的措施 避免我们这些家里面的小孩子或是老人 因为这些粉尘而过敏 或是居家的脏乱 以上几点请今晚说明谢谢 文伯伯答应 文貝勒 坐著覺了 文貝勒已經88歲了 坐著覺了嗎 不坐 剛才四種同學 各位早晚 活活的還好 要活活的 但是永遠活活的一樣